对,对夏鲁比较好的去展开攻势 刚好配合的自己夏鲁是卡丽斯塔加女坦 是一个强越塔组合 但摆在他们面前最大的一个问题 一是这个布隆 可能会成为卢仙面前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 印象也比较的深刻 这场比赛再次看到了蛮王 我们一起进入到这场PACE 对阵R1D的召唤之峡谷 本场BO1依旧是由千循 淮南和王多多为你带来直播比较 上一次那一次超位用蛮王的时候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要说上一次看到蛮王还是上次 也没啥问题 下一次看到蛮王的时候应该是在下次 你搁着搁着呢 是 就上次看到蛮王的时候 当时艾康应该是用酒桶去做一个反制的 这把是候选 然后出来打瑞兹 看一下效果如何 应该是双方并没有做太多的这个野区的入侵 尤其是左边有布隆的情况下 并没有太急于射击一击团 卡丽斯塔从下路那边三脚草过来 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到应该 但是他毕竟只是个卡丽斯塔 近得很深 但也没有选择去放眼 这把卡丽斯塔的招二技能的选择是带了一个虚弱 虚弱加上辅助的引燃 加强一下自己在线上的这种统治能力 蛮王一上来这是真的凶 但是瑞兹凭借着自己的手长 也能反点蛮王几下 两边的打野都是从自己的 红半区开的 这场关于中野 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关注 尤其是右边R1D 如果想达到他们这套阵容 由船长大招包下 然后瑞兹开车带着的打野一起 实现对下路的统治 那就需要在中野前期不输等级 甚至要领先 而对于P4来说 下路前期能不能够保证自己 一直保持住一个比较安全的血量 是很关键的 这种前期频繁的换血 可能说对于P4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 能归遇就归避一下 船长一开始打得还是挺凶的 走位比较靠前 VZX已经被打到了中间的操纵 这个三连筒是猜错草了 而且下面 卢仙布隆想拽先发弹 转虚拟已经是跨上了 位置拉得比较开 而且这边点燃也是已经套到了对面卢仙的头上 是的 而且卢仙现在领先一个治疗术 一会儿是有机会操作一下的 这样相当于一个招务 只能换了两个 这波对于P4来说打转了 两边大家都来到蓝区 中路的瑞兹在自己方打野不断的掩护之下 把线这一波是能够安全的送进去的 而且凯南他要省一个TP啊 他省个TP其实 从此来讲 还是感觉还是蛮亏的 还行吗 这一波至少有炮车线 下路啊 这都不需要等六级 这刚三级就已经过来 直接给压力了 给你点压力看看了 卢仙怎么说啊 还想再过来吃几个冰 但是这波冰线已经被消耗完了 只能吃下一波 这就是瑞兹利用自己的中路推线的优势 包括说南枪对瑞兹的一些帮助 再来辅射到下路 形成一波有机的联动 随后这种联动 还能够再次服射到野区 是吧 两个人比如说在线上一miss 这很有可能就能够给PACE 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 是的 毕竟对于孟眼来说 他更多的还是 首要的任务是要刷到六级嘛 对 那说到等级 我们会发现 蠻王随着等级的提高 这瑞兹这种手长的优势 拿他已经没有太大的办法了 是的 他有着比较好的回复 并且也有一定的倾线能力 这个就是蠻王现在流行起来的 比较大的原因 包括在团战中 他也有一定的自己的作用 有的时候能看到他杀个 两进两出三进三出 对 一键能刷新很快 反正现在其实瑞兹的镜 打在他身上不疼不痒的 是的 回弹口又回上来了 打他可能还没他回得多 对 双方的辅助都已经是在侧面 保住的时候蹲下 把他上路对线 两边打得还是不通不痒 这两个英雄基本上 没有办法去奈何对手太多 尤其在早期 感觉这把前期的话 各线上面都没有什么 特别好看的看点吧 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 和平发育的形式 是 原本下路一波对拼 可能觉得如今安后续 能够凭借领先的治疗处 操作一下 但是主要是毕竟双方这个闪现都没有交 所以操作的一个机会其实不大 是尤其是ID 刚才来两个人去帮了一下卡里斯塔 然后卡里斯塔又重新掌握了线上的优势 感觉还是因为两边的打野 其实在前期干可能力都不像特别的强 所以说这把 对于两边来说 在六级之前肯定是要先发育一段时间的 那这种时候就是比拼基本功的时候了呀 那收到六级 瑞兹和蛮王都已经抵达 瑞兹先推线先动 哎呦 孤身入野啊 这波进得很深 给了一个比较深的眼 这波我感觉还是有点点这个冒险的成分呢 是的 上路是船长先一步到达六级 船长到六级的时候呢 蓝色方的下路就要小点心了 一旦兵线被卡里斯塔推进塔 那有可能这个船长大招就要招呼到头上 没错 所以到这个时间点啊 特殊时期对于蓝色方的下路组 肯定是尽量的规避换血的 是 能在塔下安稳的吃兵就OK了 说到吃兵的路线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落后20刀了 这种下路的对线强势的英雄被压20刀 是很痛苦的 就这一把的话 双方感觉打到目前为止 他们的节奏就像我们赛前分析的一样 慢热 虽然说慢热 但是ID打得也有条不稳 线上有优势立刻辐射到野区 但是蓝色方直接选择四人包夹 这波先插眼 看一下凯南的GP什么时候来交 交到后面来了 船长一下大招 大招位置也还不错 凯南直接打到留住了两个人 再给AGES套上虚弱 看看男枪能不能走掉 先走这种女毯 男枪也倒 这一波由蓝色方的率先发弹 成功打出了节奏 主要还是后面这个眼位 给到凯南TP的位置太好了 TP下来以后 直接一个万雷天到眼 其实第一时间是有三个人在的 但是由于凯南后续的追击的话 只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出 他大招的这一个范围 这对于R1D来讲是很痛苦的 本身是自己线上的优势 然后线上辐射到野区去反你的红 结果被反打了一波 这样这波蓝色方团战的胜利 也帮助卢仙缓解了一些下路的压力 没错 而且这一波打完之后 梦魇的大招应该还没用的 所以说因为上波它是5级 所以说下波梦魇的攻势 可能将再一次吸来 而且刚才除了凯南的发挥 我们也能感受到 蛮王这个英雄的功能性在 刚生完梦魇的这一波大招 直接来上过去找村长的一个位置 船长只恨自己的橘子不够缩呀 解了一手控制还有第二手 这样来讲的话 整体上对于R1D的节奏 可以说崩得很厉害 蛮王开始追着你了 哇 连着打着也太疼了 拉身位 但是蛮王手上还有大招 这波是势必要砍死的 下一个旋风斩不够时间 所以其实要闪现一刀 手起刀落 人头带走 同时落地的船长也 只能目送蛮王的远去 对 因为刚刚说到说 为什么说这一波节奏大风 因为在于上一波 其实船长没受影响 他是唯一没有受影响的那个点 这边金鸣球 差了一点点 对 短了一寸 就是刚刚那个地方的话 因为船长是唯一 没有受影响的那个点 但现在他也遭中了 这样的话 对于R1D来说 等于他们没有一个点 现在的发育 整体是能够比较领先于对面 本来船长这里是最后的港湾 结果被迫卷入风浪了 是的 确实 因为本身他这个点发育的 还挺顺畅的 因为凯南不太能管得住他 船长这种发育是很舒服的 尤其他还能自己 利用大招去支援队友 但是那波队友风把这一波的队伍的劣势 给蔓延到了上路 主要还是梦魇这里找节奏的时间点 来得很恰到 那说到船长 船长橘子先解恐惧的凯南过来了 第二轮的控制你又解不掉了 船长连死两次 下路逮到落单的了 这一波卡丽斯塔直接要被船长洗脸给洗死 哇 这个圣枪洗脸 直接拿着抹布给你擦 这真是圣枪洗脸了 前期 PCE直接6-0的开局 而瑞兹想找一波节奏 但是布隆 首先这个保护 第一时间保护得还不错 南枪收到卢虾 虽然说指的这一下 刚好被布隆的大招打断了 但前面早早的日烟药班的命中 是保证了这一波的击杀 是 这啥五千光眼就直接放在上路去 帮凯南吃惊喜 凯南跟孟严这一个搭配的话 这把PCE用的是非常的不错的 感觉后期的话舞台无限打 而且我们刚才看到 就是R1D虽然说有一个人头进账了 但是似乎在边线丢失的更多 没错 这人头不丁身啊 现在 主要这一把如果凯南肥了 说实话 我觉得R1D可能很难去限制他的进场 本身就有一个孟严的大招 给他作为 这个掩护 而且R1D反手的控制呢 又不够稳定 是 是的 总不能每次一来女塔就拍他 这边直接关灯 突到脸上 船长 勉勉长长点一下自己的这一个桶子 身后直接撒下了一个大招 但是 对孟严似乎造不成太大的一个威胁 赶紧回到塔下 孟严这一波看了一下 没有办法继续去跟了 是 这次就是凯南立得稍微远一点 直接指上来 直接一包三打 凯严斯塔的侧面疯狂的插谋 但是 红侧方这套阵容啊 就是 控制还是少了一点 你会发现 余潭指上去以后 后续没了 他大招现在是刚刚CD好 刚才差了几秒钟 如果刚才有大招 还有希望再留一下 这样的话 因为上路 这一波 孟严上前去把船长的血量 状态全部给大家滴 所以说 船长也可以无伤地吃一波 那孟严虽然说没大招 但是还是逛来了下路 不能总是照顾自己的凯南哥哥 想保护一下 上路塔肯定推掉是没问题的 下路就是李瑞兹要不要来 但是船长没大招啊 感觉ID自己要小点心 塔下有不容的情况下 还是太难热了 对 但这一波没打起来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 ID这边在下路浪费了 比较久的一个时间 只能强行去帮卡丽萨 保一保发育吧 毕竟在中期的打团 还是比较指望着 卡丽萨的输出的 瑞兹和船长毕竟都是发育点 现在真的就是凯南呀 得看他的装备 凯南的装备 如果说起到两到三件套以后 RED整体的正面团战 就会显得非常的不好打了 火箭要带已经有了 而且上面的船长 因为首先一塔被推掉之后 有可能凯南就会凭借着这种装备差 不停地去找他的麻烦 没错 船长在边路的生存 是比较堪忧的 包括孟严配合着 之前改版的挺进破坏者 这种抓单能力是很强 这把孟严很清晰 就是我就逮着你的船长抓 因为我抓你别的线 船长都能支援大招 对 而且也没那么好抓 中路线有点短 然后下路的话 卡丽萨加女坦自保能力还不错 所以我就逮着你的 多弱点去抓 是的 但是看看孟严这一波 会不会转火一下下路 似乎觉得ID这两个人 立二塔太近了 于是不敢第一时间动手 如果我在中一塔 中二塔之前抓的话 会出问题的 因为瑞兹随时准备开车过来 所以孟严想了一下 还是散开 瑞兹已经提前往下靠了 这一波的话 蛮王应该把他的信号给拼出来了 而且孟严的位置 也被红色帮的视野所看到 这里巴比普的孟严稍微浪费了点时间 没有在自己挺进刚出的这段时间去做事 或者说没有敢于去找这波机会 细节一桶 桶子又被点掉了 船长现在只能稳一稳自己的发育 也不能太急 直接一个大招 第一时间没秒掉 南枪最在旁边 船长先给大招 剩下的交给南枪 没关系 看来这边身上是有闪的 这个桶子的炸这一下没有减速到 其实挺伤的 这一下如果减速到了 后续南枪的追击会轻松很多 但维子差这后面也长教训了 明白自己第一时间一套技能 还是杀不死这个船长 关键还是要队友来 对 凯南更多的是我能先提供个控制什么的 那说到最优来 刚才孟严是吧 浪费那段时间没有继续铁着头抓上路 那可以说是还是比较浪费的 自己没做事 同时可能还把自己上路 尝试单杀这个机会浪费掉了 就这个其实就是多多老师 赛前聊到的这一点 就是可能说到中期 他领先了 但是有一点点迷失 不太知道在哪里能够打开 这个继续扩大自己的优势 现在反正孟严先去打这条下五千锋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 其实对于PCE来说就还好 如果说等一下的小规模团战当中 能够让传统 凭借着自己的大招 就吃到一个两个头的话 那就真的就是 前期的优势全都白拿了 下一场黑掉 直接蓝色王快速地形成了 中路的四个人的抱团 这个中塔应该是势在必得的 而且撞塔留人 而且挺劲破坏的 直接减速到两个人 再接恐惧 有蛮王队伍一转 转死了瑞泽 远端 远端不龙大到了对面的南枪 但是没有很好的效果 后续不敢追进去了 因为知道对面的人来得也很快 这波凯南手还有大的 想来打这波小龙团 正常我们先划上去 虚优已经先给上来了 凯南大到大的还可以 但凯莉萨这个时候 在赶到正面战场 正面还没有人余的阵亡 凯莉从后面绕过来 凯莉萨拉到大出去 效果一般般 正面的话 凯莉被掉了一个虚弱以后 还在往前顶 但是弯了就顶不住了 正面的话 蛮王队大招马上就要结束 凯莉萨拉到终于CD结束了 但是进场以后 效果比较一般 这波突出一个拉扯 在Red这边拉扯的还不错 且退且战 彼此插线 还想再做事情 但是还是伤害差了一点点 主要旁边有一个南枪在 还是要小心一点的 这波Red真的打得很出色 他们一边盯着自己脸上的目标 来做集火 另外一边盯着了凯莉的位置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一波凯莉是没有闪现的 想要进场没那么容易 是 所以这波小龙也成功地 被ID给拿下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说到 说上一波的这个伏笔 在上路这里 凯莉过于激进的一个走位 去逼出了自己的闪现之后 这波算是没有能够达成 大获全胜的大目标 本身这一波 关灯留人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但是随后我们会发现 首先蓝四方 她的人员并不齐整 状态也不足够好 还想在野区去敦服一波 结果就会发现 我们首先看到 蛮王离战场是有点点远的 其次几个人的血量没有很满 在混战当中 凯莉一直找不到 自己很好的一个进场的时机 是 而且他们几个人的进场 没有能够形成协同 蛮王第一波进的时候 凯莉进不去 然后后续 凯莉再进的时候 蛮王已经要转出来了 是的 而且刚好是被原地罚站了一下下 这一波打完以后 相当于经济差 依然维持在了这样的情况 三千块 所以就是PCE在自己比较有优势的时候 还是太过给予的想去扩大了 因为本身怀南一开始也点到了 就是左边这套阵容 最舒服的是梦魇关 能配合着凯莉的去打人 但是梦魇他们刚才选择的是 这两个大招等于说分头释放了 没事的 感觉放的稍微有一点乱吧 所以一开始梦魇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了 但是最后他们觉得还不够 所以凯莉他们还是想利用凯莉大招再打一波 是的 这边又想要来抓去他船长吗 船长也是属于比较难抓的英雄 毕竟有一手橘子 没错 面试的减速效果被橘子解掉之后 也没有更多的想法了 反倒是上路这里 Grector戴线戴得很舒服 剑缝插针 把边线给戴一戴 管刀想要硬上 这波硬来了 他也进场 后续的话 蛮王有大招 应该没啥太大问题 硬来还是能杀死的 是的 而且两个人交换顶塔 蛮王依旧捏着自己的大招没放 这波抓死成长之后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去拿 就会发现 对于PCE来说 如果想要赢下这场比赛的话 现在的优势对于他们来说是不足够的 本身ID其实现在是领先他们一条小龙 而且PCE自己还是要小点心 因为毕竟其实ID有瑞兹 包括船长大招这种技能的存在 所以其实PCE有的时候 在撤退的路上会被留下 对 现在对于PCE来说 就是要警惕对手去多打少 对吧 因为刚刚多多老师也提到了 这种拳突性的大招 能够去抓着你一个点 有的时候实现单点的爆破 对 就是在你撤退的路上 我就把你给留下 包括船长有的时候 虽然说我死回家 但我在拳水里直接一个大招出来 是吧 我只要复活就可以给大 所以现在双方的局面有一点点僵住 PCE手握着三千的经纪领先 但是苦鱼还是没有办法破局 尤其是小龙数量还落后 凯南第二阵的鬼术已经出来了 看一下他待会儿这一波 小龙的团战里面能不能掏出一件秒表来 这个还是挺关键的 或者说就是 就硬嘴伤害 后面出法权棒 是吧 然后孟眼只要给我开大掩护 直接枪行去电你的人 是 因为我是觉得有苗表的话 他经常可以进得更加肆无忌惮一点 但这种出精神的英雄 有的时候就要面临一个窘境 就是出苗表 包括出这个中亚沙漏 会发现输出有点不足 对 有的时候是这种英雄 比较头疼的地方 像蓝博凯南都是如此 想先动凯南 知道你这不有闪 闪又被逼出来 哎呦 这个逼闪有点难 是还被递住了 后世的控制 没有办法解决到 只能被迫远 递开出自己的一个万雷天 打出伤害还不错 但是奈何对方三个人 而且船长拿这波大人头 这是凯南这一局的第一次阵亡 给了船长 这样的话 这也是船长本局的第一颗人头 是 但是其实按照这个局势 我觉得之前担心的情况就发生了 凯南这波还把闪交了 可能是更痛苦的 没错 其实对于Peace来说 这段时间 他们选择让孟严 更多的去掩护 自己的中单好兄弟 那另外一端 地图的另外一端 凯南这里就招中了 于是Ride也马不停蹄 看着小龙还有十几秒刷新 直接先推兵线 后站视野 凯南这波有TP 但是没闪没大的话 感觉没那么好接 不好发挥 这波还是选择了 踢在下路的均线上 想跟蛮王一起过来进场 要看孟严的关灯 能不能跟凯南配合到一起 凯南把一技能先用了 用了一技能 这怎么去接后续 蛮王想断后 弄也强行进去 强行去留 蛮王把大招移开了 南强已经倒在地上 凯南这波 还是扎 纳在了后面第一身 开不起大招 但还好队友 是把胡思峰阵型 打了个四分五练 陆瑾已经拿下一波WQ 继续连一个上单船长 船长也走不了 凯南吃到这个人头 没错 对于Red来说 他们犯了 面对孟严的最大忌讳 就是在孟严关灯的时候 自己的阵型非常的分散 在阵型分散之后 就变成了对面各个击破 而且你要想 像凯南呀 蛮王这些英雄 追技能力又显得特别的强 位移很多 是 但其实这波 对于Red来说还蛮可惜的 这波本来应该是他们的机会的 因为在上路刚刚的那一波 去抓凯南的过程 然后凯南是已经把大招释放过了的 所以这波其实凯南 他是没有大招来的 而是第一时间也被巨坛 限制了一下自己的一个位置 是的 这波千询补充得很到位 因为我刚才 我个人是没有看到凯南的大招 没有ZD完成 就有的人在往中路跑 有的人在往下路跑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属于一个一个被追死了 是 那BCE在稍微遭遇的点小挫折过后 这波团战 又把这个局势给稳住了 把自己的优势进一步扩大 小龙树双方也持平 VC差势的凯南 虽然说上一场比赛 上一波团战 没有很好的发挥空间 但是自己的队友处理的很好 尤其是梦魇的这个强行溜人 梦魇的关都包括说 蛮王的进场吧 我觉得都是上一波团战里面 非常可圈可点的地方 就蛮王这种强行 异技能突到你脸上 你拿它就很痛苦 你不打它也不行 你打它又杀不掉 对 你交控制吧 你又觉得自己在浪费自己的控制 是 又关灯了 又关 这个位置 凯南的背质非常不错 只是一个万代之道 人都垫麻了 我的天 这垫得相当麻 精灵球 把周周给吐出来 看看能不能换一个打野 一个八毛 把梦魇给插翻 但是麻王手里还捏了大招 把大招中大人给放出来 再叫一个一闪祸 再转回去 船长提下来能收吗 先收一个卢仙 后续套两边打成一波二换三 还是要往前追击 还能这样没咬住 但是二连桶也没连到 两边技能全空的情况下 这一波成功拉开 双方打了一波二换三 船长下来 如果刚才能够再追到一两个人 可能是 ID后续翻盘的一个机会 是的 船长还是来得稍微慢了一点 第一时间被梦魇 蒙蔽了双眼 是啊 而且这场比赛 我记得好像还有这个 梦魇和南枪 本身他这两个英雄 会有这个相互关灯的小彩蛋 如果梦魇先关灯 他自己再被南枪 烟雾弹命中的话 连南枪会说 是谁在黑暗中 他两个会有这种语音的小彩蛋 是 说到南枪 南枪这一把的话 其实装备上呀 稍微的有一点点凄惨 到目前为止 自己的神话装还没出出来 但下波 下波回家 感觉应该是得有了 哦 这我想搞事 这灯下 而且蓝色方 是没有人看到的 远见改造照到 它似乎已经有点晚了 位置上都有一点远了 要关灯了 凯兰这波没有机的 要不要直接Rush 没有第一时间选择Rush 龙兽打了点分散的梦魇 已经先行阵亡了 看一下 船长也倒掉了地上 双方打了四位四 卡丽萨在里面 凤凤的滑 凤凤的滑步 但是直接被毛子 地上一刀砍下了脑袋 哇 路线也被换掉 就可能来到 蛮王的残局时刻 又面对一个瑞兹 但是他面对瑞兹 丝毫不准刀刀爆击 再劈砍一下 拿下三杀 这边姗姗来迟的凯兰 终于开出了自己的大招 直接收下男枪的人头 完成了一波团面 二换五 这一波团面打完 瑞兹的大龙 相当于是白拿了 是的 瑞兹有点可惜啊 这波其实他们利用着 瑞兹的开车 是比较灵性的 主要这波其实正面 瑞兹是五打四的一个局面 但是完完全全没有打过PC 感觉还是因为 就是对方的持续 作战能力是更强一些的 不管说是蛮王还是梦魇 也梦魇虽然说第一时间被秒了 但是吸收了对面的伤害以后 蛮王再进场 再带着自己的大招 其实是把后排 搅了个天翻地覆 而且在龙坑里面 你想跑往哪里跑呢 对啊 蛮王这波过后7-0 哎呀真的是 把人都砍麻了 这波龙的血量到3000以后 其实感觉 Red更多的想法是 先把对面困在外面 先让自己的下野两个人 把这个龙给处理掉 利用卡丽森的拔毛和惩剑 对 但是随后 双方打一波一换一之后 这种残局啊 蛮王太舒服了 是的 就第一时间把蛮王 占置在龙坑外面 反而是给到了PC 其他人去消耗的一个时间 让蛮王进场收割 对 因为蛮王这里就是 好 你都在这儿是吧 一个都别想走 一个都别想走 哎 这大刀都不叫饥渴难耐了 这大招叫这个 大块朵頤 不愧是老塔姆了 老塔姆了 顺势的铺上高地 把船长的大招给逼出来 这一波的防守 现在显得有一些脾鱼奔命 下路也来 但是蛮王再砍两刀防下 就要掉了 这一波我也先关注 比较整个瑞兹 瑞兹在战场中央 这一波可能有一定的危险了 哎呦 这个蛮王出来还靠了一手 互对一丝鞋 被蛮王给拉开了 反正凯南开一手 这一波 凯南成功 反手的闪现进场 把对面的后排 也给融化掉了 顺手可能也要把这场 比赛给融化掉了 一座梅亚塔倒下 船长跟南枪 上野两个人 还在抵抗 蓝色王几个人的状态 不是很好 看看能不能守下来 蛮王大招 因为已经开过了 不好进去卖 但是哇 这个伤害 太高了 蓝色王直接拿到了 这个人头 虽然说自己被 男枪给换掉 男枪也要被留下 全是残险 换掉一个 但远远不够 主基地要倒下 我们恭喜 Peace战队 拿到这一盘 来自大洋洲的Peace 成功的拿到了 自己的小彩阶段的第二手 是的 同时也确认了明天 在他们下一次 面对到Red的时候 有一定的优势 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后 Peace战队 几个小伙子 也拥抱在了一起 共同的庆祝 这场比赛 他们从前期 打的比较大的优势 但是中期一度 有点点迷茫 但是还好 利用着自己的团战 英雄上的发挥 把比赛给一锤定音